上主求祢侧耳听我 求祢拯救那仰赖祢的仆人 我的天主求祢怜悯我 上主我整天呼求祢 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今天的圣道礼仪我们举行常年起第21主日 星期一在一周的最新的开始 我们把这一周的所有的计划 所有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我们担心的事 放在天主的台前 奉献给天主 让天主来带领我们 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一周的计划 现在请大家认罪 前人的举行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同身同尊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求能到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 使我们信众团结一致 爱慕你的戒律 期待你的恩许 虽然出生于变幻的城市中 而能洁身自好 以心向望天香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 至德萨洛尼人后书 保禄 席尔瓦诺和茂德 写信给在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内的德萨洛尼人教会 愿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宠与平安 弟兄们 我们常该为你们感谢天主 这是合适的 因为你们的信德图非猛进 你们众人彼此之间的爱德 有增无矣 所以我们可在天主的各教会中夸奖你们 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难中 仍然保持着坚韧的信德 这正是天主公义判断的明证 使你们配得天主的国度 你们也正是为了这国度而受害 因此 我们也为你们祈祷 求我们的天主 使你们符合他的招教 求他以德能 成就你们各种乐意向晒的心 和信德的行为 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在你们内得到光荣 你们也在他内 赖我们的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得到光荣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 普世大地要向上主勇唱 你们要向上主歌唱 赞美他的圣名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日复一日 不断宣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 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能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因为上主伟大 应极受赞美 他超越众神 可敬可畏 众神尽属虚幻 而上主创造了诸天 请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在万民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主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认识我的羊 他们也跟随我 阿们 祝你的美女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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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赞美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愿主你们同在 宁乐心灵同在 公读圣马斗福音 那时候耶稣说 或在你们金师和法利塞为君子 你们给人关闭了天国 自己不进去 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进去 或在你们金师和法利塞为君子 你们遵没了寡妇的家产 而以长久的祈祷做饮食 因此你们不要受更重的处罚 或在你们金师和法利塞为君子 你们走遍了大天甲海角 使一个人入教 等他们归一后 你们却使他沦为比你们更坏的地狱之子 或在你们这些虾子的祥导 你们说 凡指着圣所所起的事 是不算素的 但是指着圣所的精子几事 就该遵守 你们这些又糊涂又瞎眼的人 究竟是精子更贵重 还是那使精子成为圣物的圣所 更贵重呢 你们又说 谁若使者祭坛几事 可以不算素 但是若使者祭台上的供物几事 就该遵守 你们这些撒眼的人啊 究竟是供物更贵重 还是那使供物成为圣的祭坛呢 所以凡指着祭坛起事的 就是指着祭坛和祭坛上的一切起事 凡指着圣所起事的 就是指着圣所和住在圣所内的上主而起事 凡指着天起事的 就是指着天主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上主起事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天开始注意 耶稣这段话 跟法学还有法利塞人 他们的对话 其实耶稣是很直接的一个人 他跟他们对话的时候 非常直接 指出他们的问题 所以耶稣用一个字叫豁宅 非常严重的一个字 所以今天是礼拜一 我们刚刚讲 应该是第一个祸灾 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 所谓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这些法利塞人 跟法学 法学士他们就是 他们的做法 他们的教导 会引导别人走偏了 应该是走不对的路 天主的精神是这样 但是他们又带他们 带群众到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 就是会误导别人 他们的话 他们的教导 会让别的别人被误导 会做不好的选择 还是说有不对的一些想法 其实这些事情会发生 一直到今天 如果你们看台湾今天的政治 不晓得你们是选择哪一篇的 哪一篇的政治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是外国人 因为我们没有投票权 所以所谓的政治立场 对我们来说是还好 因为我们没有投票权 所以那个责任 好像没有像你们那么的重大 当你们开始投上这张票的时候 你要看政治人物他的立场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没有投票的角度 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人物 他们会扭曲我们的某些价值观 所以像我在曾经在美国 在一个我们的摄影会团体 其实我们摄影会神父们 还是说其他的修会团体的 修女修士神父 很喜欢看电视 然后通常我们都是 只有一台电视台 大家一起看 现在就不一样了 我发现我们在美国那边的 跟好几个老神父住在一起 一开始我过去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2017年 当时的美国的政治 还没有那么的刺激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我们摄影会团体 是只有一台电视机 不过后来因为有人选择CNN 有人选择Fox News 所以变成说我们摄影会那边 他们就开始装电视在自己的房间 因为这样子当他们说是避免中途 但是我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去看 例如说今天我们包括神父们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我们选择边站的时候 我们即使被这些政治人物 这些媒体带得走 走很偏很偏 你越爱你的电视台 你越讨厌另外一个人看另外一个台 从这里我们知道说 我们今天其实受到很多类似的被误解 所以整个社会的价值是被误解的时候 我们如何注意到这个现象 然后如何把它当作我们学习的精神 当我们一直看我们这个电视台 但是我们有没有勇敢的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个立场 这样的话我想说可能生活会稍微比较平衡一点 然后耶稣也是因为警告这些法学士跟法利塞人 他们因为都站在他们的立场 加强他们的祈祷文 加强他们的仪式 让别人觉得说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但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在做外在的事情 然后忘记要转达天主是他们要选择的唯一的天主 忘记了转达天主是爱人的天主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默想 我想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在今天的社会的那种的现象 非常非常平衡 不平衡的这个现象 新闻的现象 我们如何用圣经 如何用基督的精神 如何用我们这个教会的不爱的精神 当作一个努力学习 让我们对待别人 让我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能够保持一种平衡 保持一种我们对天主的任何人的关怀 愿天主将扶我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你的旨意为准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政府管理的 及诸圣人圣灵的榜样 终身侍奉你 主 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妻友 及解黑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存的天主 求你配慈我们圣神的恩宗 求你把分之心安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现信用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民打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祝求你随切信仰你的人 劝去成见少主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因此上为猛兽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绝一把上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活来临 愿你的死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只有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果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那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主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一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祈福的眼睛 和我一起看 祈福的耳朵 和我一起听 祈福的耳朵 和我一起看 祈福的耳朵 和我一起听 ez福的耳朵 大ii